25岁女星崔雪莉自杀死亡 当你开始死去 全世界突然爱你 鲁迅在《论人言》可谓中 写过这样一句话 他们的死 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 虽然是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 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此时此刻 曾经那么多羞辱过崔雪莉的人 此刻或许正混在人群里为她惋惜 明天太阳升起来 他们开始寻觅下一个猎物 生而为人 言论自由是你的权利 但也请你守住底线 如果不了解 那就不要轻易评论 也许你短短的几句话 就可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下落在别人身上的血 我们不能全部看到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 孤独地过冬 如果从一开始 人们就都不吝啬自己的善意的话 这个世界又会不会变得更好一点呢